专业的会计师白天忙于工作 晚上下班一有时间就做社区的服务 从以前的中文生命线到现在做临终关怀 叶昆昌说来到纽西兰24年 看到移民的种种困难 帮助别人其实也在帮助自己 获得了女皇勋章社区服务的奖项 她还是会一如往昔的做下去 来自于马来西亚 叶昆昌1988年只身来到纽西兰 当时华人非常少 人生地不熟的移民困境他都体验过 这个经历让他一头栽进社区服务的领域 从中文生命线开始 当时在纽西兰也很少华人 那么当时很多中国移民过来 他们都有一些 不是就感觉到在英国 纽西兰这边是感觉上很多 有些是很有点情绪的问题 还是思想的情绪 就造成一点就是mental health 就是怎么讲 精神一点小问题 那么就从开始我就开始参加生命线 就从他们接接电话 疏解他们的思想之外 其实叶昆昌也不是一路顺利 他的会计师学历不被承认 他要继续读书才可以取得资格 他一边卖Fission Chips 一边读书 完成学业也开启了他专业会计师的生涯 因为工作他接触到更多的团体 而笃信佛教的他 越做越欢喜 道德观念要很明了 要不然你做下去就偏了就偏了 那么当然宗教方面会加强这个宗教 道德思想 因为宗教方面有讲在佛家 有讲到五界时尚 其实我们都尊神的 那么就是建立在那个道德 梦儒家思想的基础上 把它提升上去 在他的办公室里有个小佛堂 叶昆昌每天都会礼佛 尽管工作忙碌 他还是会不出时间来社区工作 临终关怀是其中一项 因为会计师的背景 叶昆昌在他所属的社团里 担任财务的工作 而获得女皇宣章的荣耀 他还是会一如往昔 继续做下去 作为佛教主应该是应该去做的 而且违规社会 也是我们这佛家所讲 就是以慈悲为外去帮助人家 这是好心 就是怎么讲呢 就是种瓜的瓜 种豆的豆 叶昆昌一开始谢绝了记者的采访邀请 他表示自己为不主导 他所做的都是非常自然的事 不过在平凡当中 出自内心的协助他人 叶昆昌的服务精神 已经是非常不平凡 中市记者 200里听采访报道